三串现场第一单 黄一单 刘一单 马一单 张一单 黄一单 周一单 周一单 如果我是打电话问你借钱 你觉得我借得到吗 装信号不好是吧 你好意思找我借钱吗 那肯定不会借钱 因为借钱这个梗就一看 官宣的时候会有洋洋加盟 所以青春环游季三 在开播之初就十分期待 从节目的内容来看 梧桐的野心是挺大的 在节目成员上 维持了部分老成员 贾玲 范澄澄 杨迪 并且还有额外加入了 杨洋 汪苏龙和宋小宝的人 因为汪苏龙在各大综艺节目之中 已经呈现了自己的节目效果 而宋小宝还是个喜剧咖 并且在内容设置上 还打着红洋优秀民间文化的旗号 但是万万没想到 上线之后 却没有取得如期的好评 反而是让许多观众表示 没有以前那么好看了 对于综艺节目而言 请对嘉宾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在青春环游季一的时候 口碑一般仅有5.1的评分 但是在第二季的时候 请来了梧桐做导演 并请来了朗朗和周深 口碑才慢慢好了起来 原本按照这个人员配置来做第三季节目 口碑应该能继续稳定的 但不知为何 第三季却是坏人了 虽然宋小宝和汪苏龙也是在节目之中 努力贡献自己的综艺感 但给观众的感觉 始终都是有些疏离感 通俗来说 就是没有那个味道 在第二季开头的时候 春游家族在车上玩猜歌游戏的时候 就能看得出来 宋小宝汪苏龙两个人 就明显有了隔阂感 在放到近几年的热门金曲的时候 宋小宝毫无参与感 但是在放到了80年代金曲的时候 宋小宝则是兴奋了起来 反而范纯正和汪苏龙 则是没有了参与感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 嘉宾之间有着明显的隔阂感 这还是节目之中经常玩的一款游戏 就有了如此明显的尬点 并且在第一期的节目当中 在猜歌这个环节之中 几乎成了杨迪的个人秀场一样 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杨迪抗衡 而在第二季的时候 在这个环节之中 周深还可以和杨迪抗衡 并且大多数年代的歌曲 周深都有涉足 所以才在这个环节当中 有了节目效果 除此之外 周深在综艺感方面 也是不逊色于贾琳 杨迪等人 综艺节目为什么会被称为 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就是因为在节目当中 表现好是吸粉的 但如果表现差了 就很可能会影响口碑 乃至路人员 但是周深却把握得很好 在青春环游记2之中 接住了贾琳和杨迪的包袱 甚至还能自己抛一些梗出来 这就是周深的综艺感的体现 而这对于歌手出道的周深来说 就显得十分难得 而这也是很多人说周深是宝藏艺人的原因 在歌手方面 周深是难得的天籁之音 所唱的歌曲基本上都受到大众的喜爱 而综艺节目上 周深是一个颇具综艺感的艺人 并且能在节目上露一首歌喉 能够加分 再加上周深作为明星 在私生活方面更是没有什么黑点 自然就是很多人心中的宝藏艺人了 而从资本方出发 周深拿一份综艺出场费 可以客串主持 录制间隙时间会主动唱歌 稳定观众的气氛 采访有正向价值观的观点输出 录制中有综艺耿点笑点 节目组请到这样的嘉宾 导演和后期团队 都可以少花很多金钱以外的成本 可以说周深是绝对的性价比人选 从流量角度看 现在的周深也是金主爸爸们 看得到的流量明星 且从实力口碑有保证 招商的时候也容易拉到广告 况且他之前在其他综艺节目里的表现 可谓是可圈可点的 有热度又有成绩 用他节目质量也有了保证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认为 周深是一个宝藏艺人的根本原因 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周深符合了观众对宝藏艺人的认知 感谢观众对宝藏艺人的认知